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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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元宏 我是郭明杰 欢迎大家来到《易经数字人生》 是的 那今天好像Joey 郭明杰 今天好像是讲婚姻篇 是的 今天我们就会讲婚姻篇的 在讲之前都教大家怎样去计算那个号码 因为上次我们讲的试篇就是左手边的号码 婚姻篇原来是右手边的号码 那我们请袁云老师讲解一下 那又要拿一张字出来 我们有那个图的 那个图 看到了吗 那个图讲得很清楚 最重要是婚姻篇是计算年份的 到三个我们就找一个1980年出生的人 那是怎样计算的 1加9就是10 10就是1加0等于1 80就是8加0等于8 1加8等于9 所以那个安排就叫做189 189会出现两组数字的 就是在婚姻过程 就是191 因为1加9下面就变成191 另外就是898 是这样 那这三组数字 会在13组在哪个位出现呢 就是第二个位的母基因 母基因就是婚姻 是的 另外还有第10和第11的婚姻过程 今天我们主要都是围绕这三个位 那也是讲婚姻嘛 是的 是的 那其实呢 讲婚姻篇呢 我们都信仲要求了很久 很多观众都很想听 所以大家特别要留意了 其实呢 也都讲过了 就是我们那个数字呢 就是最主要就是没有很坏的 嗯 最重要就是能量高和低 那也都我们再重复了 就是如果有什么观众 你想知道更多 你可以随时WhatsApp过来 WhatsApp的电话是多少 是啊 我们有个咨询号码 WhatsApp就是62860670 而且呢 我们加了个服务给大家 因为之前都有观众反映了 哎呀就是WhatsApp呢 资讯不够啊 就是会不会可以见面呢 那我们和袁云老师聊过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个 一对一的咨询服务的 是的 那如果到时我们善下之后呢 那如果你想一对一咨询服务啊 又或者想知道更多呢 那欢迎你WhatsApp过来 我们立刻会回答你的 是啊 那可以讲得详细一点 慢慢谈一下 好 那事不宜迟了 因为呢 今天的号码都多 还有呢 可能今天的号码呢 就有些比较 听起来负面一点点 因为我们都想多些给观众听 但是刚才老师提过了 其实能量高呢 就没事的 那我们只不过一个提醒 我们是医师直说的 是的 那还有这个是一个大数据 那就不是说一定是 適合的 也都不是说一定是错的 但是当然呢 如果发生到 或者是见到这一组的数字呢 那大家就留意 是啊 是啊 因为其实我们想提出了之后呢 原来你知道伴侣有这个号码 原来他有这个性格行为 那我们就可以大家 就是多些了解之后 是啊 原来可以有方法去令件事可以解决的 那就可以帮到一个婚姻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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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呢 我也都提过一次的 那就是我们讀我们的逆经的那些老师呢 就是因为讀了这个逆经的数字号码 就是我们的数字逆经 本来他真的是离婚 这个是真人真事来的 差点离婚的 有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 有的 就是开头呢 很多拗叫的两夫妇 因为我都不知道原来你 啊 底运是这样的性格的 是啊 你学了之后呢 原来知道之后 因为你互相了解了嘛 互相了解了 自然可以沟通 沟通得好的 就是可以解决到一些婚姻的问题 这个是最上我们带出的 就是今集的主要目的 是啊 那数字人生呢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要认识自己了 了解自己了 还有就是最重要是认识自我 是啊 你要知己知悲 就是说你要认识自己 你才可以继续走你那条路 但是呢 婚姻来讲呢 就在佛学来讲 今天我们也讲一些佛学的 那其实是前世 我们叫做什么呢 就是 我们比如说遇到一个朋友 是 是 可能是修行一百世才遇到他 是 那如果婚姻呢 通常是一千世 你才可以有机会去婚姻 哇 要一千世才可以做夫妻 那什么意思呢 八世修行同船道 就是佛学有句话 以前的古人经常说 千世修行共枕棉 就是说你修行到一千世 你才会遇到这个人 是 或者一个男或者女 是作为你的老公或者是老婆 是 是 然后你才可以共处到几十年 真是很难得的 是的 那其实呢 我们为什么要想多些时间去注重这件事呢 因为婚姻很有趣 因为这个结合呢 我自己当然是过来人 那希望呢 就是说 如果你美满的话呢 你是影响很多人 嗯 就是起码 你爸爸妈妈受得益 妈妈爱父爱母又得益 跟着子女又得益 嗯 而且呢 我们发觉呢 在这二三十年间呢 就是 如果一个美好的婚姻呢 那些子女呢 他对他们的前途做事 都是正面一点 有信心一点 但是如果譬如说 爸爸妈妈很早离婚 嗯 你发觉那些子女呢 对婚姻的态度呢 是 未必是那么正确的 又或者可能会恐惧 不相信婚姻 不相信的 不相信的 那我们见了很多 嗯 那么呢 可能呢 也都上次说过了 摘牙膏 一个是说中间摘 一个是尾摘 那然后摘牙膏呢 都会这么小事呢 都会在那里骂意见 骂骂骂骂离婚都行 真的有这些人 其实那些是道火线的 是的 很多时候是 很多时候是迹迹迹的嘛 看看哪个时候爆 就是我们希望呢 今天呢 就 开始讲第一篇的婚姻篇 到下星期呢 我们又讲第二篇 是啊 一年有两集的 那每一个篇呢 就是我们特意 本来有成八十十组号码 那我们选一些呢 大概选择二十至三十组号码呢 里面呢 是比较注重 有婚姻的号码 那希望呢 就是今天可能 有些观众 不打空看 不要紧要 但是你们有机会 就上youtube看 是吧 那youtube记住要打 六个字 哪个字呢 逆经数字人生 是的 千万不要打数字人生 是的 如果不是会怎么样 如果不是呢 你走到林主祥那首歌 记住逆经数字人生 是啊 没错 那我希望呢 就是观众呢 就是有兴趣听数字人生的朋友呢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 他会得益 是的 那也都希望呢 有所感发 就不要 其实在我个人意见呢 能够 就是一段婚姻能够结合呢 就很多时候呢 就好像一只船仔那样 嗯 那你就两个人坐在那里 那在那里搓一下搓一下 搓到他岸边 嗯 那搓一下就多了两个小朋友 嗯 可能多了一个父母一起搓 那其实呢 就是很多事情呢 就是家庭要大家去经营 是的 你不去经营呢 就变成呢 就是 我们有一个说话就是 如果离婚呢 真的衰九年 是的 在我的数字经有这么说的 有说的 是的 真的衰九年 所以不要这么轻易 就说要离婚啊 那样 是的 那就不是好事了 就是你宁愿分开一阵 然后我觉得呢 冷静一下 是 要给面子女 给面子父母 是 我就很赞成这件事 是 所以其实呢 就是比如说 如果有些朋友呢 你觉得婚姻有些问题 或者想找人商量 有困扰 那你可以找郭明治老师 或者可以找我们 大家聊聊天 是的 是的 那透过Whatsapp 就说一次 62860670 就可以联络到我们了 是的 那我们开始了 好啊 这次好像说我们第一个是112 是的 是的 112 这个数字很特别 是的 本身呢 112 我们先拆架一下这个号码 一就是自己 是的 那自己 两个自己 二就是沟通 就是说话 就是自己和自己说话 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那外面就是自己和自己 就是不理对方的感受 是的 那是太过自我 所以在婚姻里面 这个是在说负面 其实正面呢 都是好的 正面呢 就是说婚姻美满的能量高 但是如果负面的时候 自己和自己说话 会不会是 就是想说自己的东西 未必想说一些伴侣想听的东西呢 是的 那这个呢 其实是属于 因为自我嘛 是吧 自我和自卑 那自我那时候 能量高呢 就什么都决定都好 但是呢 你能量低呢 就是缩在二角了 是的 缩在一边 那就变成了 有这个号码的人呢 通常呢 分开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都见过很多这些人 就是如果譬如说 尤其是在女性来说 一分开了 你再找一个伴侣呢 也都不容易的 嗯 尤其是呢 又或者呢 在婚姻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通常 不要说有问题呢 可能有个心病 那大家都 可能那个老公呢 大家都是结婚的 但是那个老公就常常去其他地方做生意 嗯 那就只有老婆在那 是啊 没错 所以在一、二里面呢 会出现 如果走负面下 走负面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大概呢 就有五个状况 嗯 第一 一是两地分居的 一是呢 就同藏异梦 是的 就是各自有自己的想法 是的 第三呢 就家外有家 那什么叫家外有家呢 就是有第二头家 就是他说男人就说女人 其实都一样的 都一样 但是我看这些数字呢 就是男人比较多 男人就是家外有家 女人就很少的 寧愿都是一个家 因为女人可能始终注重家 不想 就算有事都不想闹到那么大 是的 曾经呢 我都见过这个数字呢 真人真事 那个女人大了肚子 接着就离婚了 那个宝宝未出生的 嗯 就是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因为他的脾气大 那男人又是这样 女人又是这样 忍不住了 真是很硬的 这个是一一二 是 我们都见不少了 是的 那什么叫一一二呢 那比如说 可能是1982年出生 那就有机会一一二了 嗯 1964年出生 1955年 又或者是1991年 就有机会了 就是这些容易会中 那当然 看整个格局的 那格局好呢 就婚姻未满 之前都说过 格局不好 就很容易中 是的 那除了家外偶家之后 抵头家之后 最坏的情况就是离婚了 是的 接着又抄了抄了抄了 是的 那如果 如果 若果呢 就是能够可以 就是谈回 因为刚才提过 就是有一一二的人 是比较喜欢 就是说自己想说 是的 那怎样可以令到 这件事好些呢 那什么呢 其实呢 其实呢 我们就在一个经验中 有一些方法的 嗯 那第一呢 就是最紧要有一对 很有趣的子女 那 那变成了那个心向 就去了子女 是的 那第二呢 就是说 如果它里面的数字 有9 或者是主性格有5 可能会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主性格5 就是它容易分析到一些东西 哪些是做得好 哪些做得好 有方向 有目标 有方向 如果主性格有8号 那就是未必 譬如那男人有8号 未必是个男人想提出离婚的 嗯 因为贊心重 嗯 那通常是女人提出离婚多些 嗯 但是呢 就很多时候 那男人做得不好 嗯 或者可能是他好高没有远 那跟着就离婚了 就是这样 嗯 但是呢 就是通常来说呢 我就觉得呢 如果那个主性格里面有5号 8号 那可能会好些 就是对个家会好些 是的 或者9号也是 都会好些 是的 都会好些的 但是当然也要看整个格局 但是就是说来讲去 就是说 在这一组数字呢 就希望 各位观众呢 如果有这些数字 或者是结了婚的 你就更加 要想一下怎么经营 如果你们不觉得是想和人聊一下呢 那就欢迎你去WhatsApp过来 是的 WhatsApp我们 280670 是的 没错 那是不是代表一出现一一二 就一定要离婚呢 不是的 不是的 絕对不是这个意思的 只不过就是说 比较 如果他走了负面 他人走了负面 是的 能量低的时候呢 就会机会大些 但是如果能量高呢 刚才你也提过 都可以婚姻很好 是的 甚至乎呢 如果有9 那个呢 比起有两位夫妇感情里面 如果有9 就是比起有两位夫妇感情里面 是的 那可能是自打一个早来 但是不重要的 起码很开心 是的 是的 但是 也都提回一次呢 就是能量呢 最重要是高低的问题 那数字没有好坏的 是的 数字真的没有好坏 全部都有正面和负面 那怎样令到自己的能量高呢 能量高的方法有很多 除了听爱节目 可以获益良多 第二就是说 可以来做咨询 刚才有提过 甚至乎我们可以提供到一对一咨询 或者来我们那个学堂上课都可以 因为上课呢 其实你了解的东西更加多 因为还要免费 是的 好的 好 那接下一个数字 好 我们有134和314 是的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呢 134和314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讲过 在事业或者其他集那里 就主要是本身 这个是说 这个人都很厉害的 还有很有慈悲心的 这个人 如果有134和1314 如果他有宗教信仰的话 其实如果夫妇之间有这个信仰 就可以联系到 那就更加好了 因为他本身呢 如果行负面 他有些少少是 就是 不是很满意现状的情况 那会不会 譬如说那个男人 娶这个老婆呢 这个老婆不是他喜欢的呢 哦 这个呢 我们下一个号码才讲 是的 如果是讲回 是的 因为有145在下面 是的 因为134和314 会出现到145 出现145 是的 那我们下一个号码 就是说145 因为145就是事与愿违 是的 是的 那可能就会出现到 咦 他的那个配偶 未必是他心目中理想的 既然自己也不喜欢 为什么还要娶他呢 是的 那又很难说的 缘分的事情 是不是 那虽然 出现了这个号码 但是不代表 是一定要分开的 就是 可能真是 认识的时候 追究的时候 是什么都说好的 是不是 男追女 可能相处之下 觉得性格有些 不适合 或者各样發生了 那会不会结婚之后 哎呀 中了招 原来我不中了 哈哈 那就要看一下 一路怎么去经营 刚才你说的 婚姻是要经营的 是的 不是出现少少问题 就说要散的 是不是 那就算出现这个号码 都不代表 真的 刚才提过了 不是说出现我们 就是刚刚提出的号码 就一定要分开的 只不过就是提醒大家 咦 可能会有些啟示 然后大家能够了解到 走回正面 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其实呢 我们刚才都说过 就是说你能够和这个人结婚 这个男的好女就好了 一起结婚 那一定的缘分 在前世就很深的 你想想 你有70亿人 怎会可能遇到她呢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但是真人真事 又是 嗯 那又怎样呢 就有一个男的女的 大家就在英国读书 嗯 读完书呢 各山通西 接着有一次旅行 她自己一个人去云南 那女的同时间又去了云南 大家在一个B&B撞到 诶 她说你只有一个 是的 我也是一个 嗯 接着她们就不想了 为什么缘分那么深 为什么这么巧呢 那么远都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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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呢 大家只是好朋友 那她说明天我们结婚了 哈哈哈 真的 又是闪婚 真的 真的 她觉得 她很欣赏这个缘分那么深 缘分到 没可能会这样 大家都没有怎么见面 但是突然间 你说约了 见到的很应该 是啊 但是没有约过 那自己就单人匹马 走去看山水 然后去那里走 刚刚两个都是一个人 她是一个人 她的态度也是想去看山水 是的 于是大家见了面 是 是 大家见了面 就是很开心 因为以前呢 是同一个学校 不是同学来的 是同一个学校 在英国 接着就聊聊聊 那我们明天结婚 哈哈哈 就是这样 真的 是 我不觉得这些叫闪婚 因为她们的心态 就是出现了一个缘分 就是她觉得缘分那么深 那为什么不一起呢 那正如所说 因为为什么能够结婚 就是希望大家观众要明白 就是你能够今天遇到她 一定是一千世的修行 是不少的 好像我和我老婆那样 是很多小的夫妻 为什么呢 不是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高人 是的 我自己有少少高 你不是很高 是的 那是很多小 那又是 那她说回以前那些东西 也是和今天的性格很相似 是很有趣的 可以整定的 譬如说她前世供养我 今世我也供养她 因为她供养我 那我就回报给她 就是今世你是要还的 是的 那就是要还给她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就是我们希望观众懂得欣赏婚姻 就是不可以埋怨婚姻 就是不能说 哎呀 中了 哎呀 自己不想要 不是 你要学一下欣赏和这个人在一起 好像和我老婆那样 我经常和她说的 我不喜欢她的 哎呀 你不要在这里说 不要紧 她知道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喜欢她 是的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懂得欣赏 不是 因为有经验 刚才你不是说了 刚才我都说了 懂得经营和欣赏 懂得经营和欣赏 而且婚姻不是索取的嘛 你之前都说过 要付出的嘛 是的 就是你嫁一个人 你不是想要索取她的什么 是的 你是希望大家都有付出的 是的 然后就去经营这个婚姻 那这个状态就会好 如果不是 你每次都想着 哎呀 她没有钱 没有那样那样 那就辛苦了 是的 因为我们也会看到 那个叫做缘分 是不是 既然那个缘分到呢 你就要去接受她 以前有个圣炎大师 很出名的 2008年左右 原殖了 圣炎大师是这个 法古山 台湾是一个法古山 佛家人 佛家人 他是一个主持 嗯 他说了四句话 很有意思 希望大家都受用到 一切的问题 人和事都好 要怎样呢 面对她 面对她 接受她 解决她 嗯 最好呢 就要放下她 希望大家记住这四句话 就是无论什么问题 人和事都要面对 要先接受这个事实 嗯 如果有问题就解决了 解决了你就放下 人最难是放下 不懂得放下的人呢 就很痛苦 就是执着是吧 你意思 是的 是这样了 那说了太多了 那是145 快点去到我们的号码 接着我们又说145和415了 是的 那刚才是134的时候 就已经带了少少引子 下来的了 那145就是叫事与愿位 嗯 怎样事与愿位 事与愿位有两种 那追那个人呢 就很喜欢 追完之后 原来 结了分都不错了 不对版 那又或者呢 是两种 或者就是说呢 可能是 哎呀就说妈妈啦 妈妈说叫我结婚 是的 那旁边那个女儿又说 要找个对象 是的 或者够岁数啦 要趕着结婚 是的 然后大家就是 相看 相看之后 哎呀隨便啦 或者就妈妈 她又说就妈妈 是的 就是不是心甘情愿 那另一种就是这样 古时呢 我讲的一百年前 清朝那些呢 那些女孩呢 十八岁就要结婚的了 那些万分雅架 是的 那些人都没有的了 哎呀你不要嫁A了 你嫁给B了 那样的 接着就肯定推了 跟B结婚了 尤其是那些女人呢 就没有地位 尤其是潮州人 就是那时候的观念很重 嗯 那在香港来说呢 女性的地位都很高 整个亚洲 女性真的是高 因为那时候是英国管治 嗯 那他比较是 要尊重女性 嗯 那你发觉呢 在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呢 那些女性是 没有那么受尊重 是 香港就很受尊重 是 那也有个好 有个不好 那当然 自由呢 是找一个很好的对象 嗯 但是有不好呢 就是 就是泰国自由 嗯 但是大家都很自我 开始就自我了 那自我 所以你离婚率就很高 那所以呢 那你发觉呢 在东南亚来说呢 哪些地方离婚率低呢 可能是 那些女性是委屈一些 那些离婚率低很多 可能是印尼 又泰国 你发觉很少离婚 可能死人呢 可能死人呢 其实是隱让 就是退一步了 那就是 那我们想说什么呢 就是 哎 怎样都好 总而言之就是 希望呢 就是大家对婚姻的那个 结合呢 就是看得神圣一些 是 就不要看得太自我 因为呢 以前呢 有人和我们聊天 他说呢 就是当你 结婚前是讲自己的原则 那女性又讲自己的原则 但是结婚之后呢 大家是讲同一个原则 因为变成一个整体 是的 就是讲家庭的原则 那家庭的原则呢 就是比自己的原则更重要 因为自己会执着 是吧 家庭就是 我们以家庭为目标 希望呢 希望呢 大家也都知道呢 就是家庭的重要性 嗯 好 那我们去到我们的浩米楼先 那呢 接着就有156和516 咦 之前我们有在这个事业篇 有提过的 156和516 如果在婚姻会是怎样呢 哇 婚姻很特别 如果在婚姻呢 通常是这样的 156呢 在事业篇呢 就是五方求财 是的 五16就是五方内财 是啊 但是如果在婚姻篇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怎样呢 譬如如果一个男人在香港出生 是 那女人呢 可能就在第二 不会在香港出生的 就是外地啦 外地出生的 是的 那或者你找一个女人呢 就是 可能你不是在香港找到的 譬如如果我在香港出生 我去英国才找到 是 那这个就是二地姻缘的 是 通常会有这种数字 有机会 是有机会二地姻缘 那还有很有趣的 如果我是男人呢 那如果一个女人有这个数字呢 通常是旺夫的 因爲一个6 是吧 516嘛 因爲一个6 6是美 通常那女人就会旺夫 那就是 如果一个男人有这个 通常是旺妻 因爲一个男人找到 是的 互相旺 是的 那女人呢 可能她有516或者156 她不必做事的 嗯 但是她坐在那里 就很旺的男人 就是我见过很多个案子都是这样 但是如果她盡量 就未必会选回自己出生地的地方的 是的 好笑的 是的 那当然呢 我亦都见过 有些族呢 有些女人呢 有966 有516 哇 很多族的有钱数字 是 很多6 但是她没有钱 但是问题是哪里呢 因爲没有好的名字 哦 是啊 有966 如果没有好的名字 就漏不到的 其实是益了人 是的 之前有提过 是的 966 叫做点石成金 是的 就是你要去帮了别人去赚钱 作戒衣裳 所以一定要好的名字 尤其是未来财富 有966 你一定要有好的名字 留住那些钱 是的 如果不是呢 就被子女洗掉 就是 总之就是 不是自己用 要么就 益了老闆 上次事編 或者益了老闆 是的 或者是 去了其他地方 那些财 那怎样才可以留下那些财呢 就一定要有好的名字 是的 那我们在这个 财富篇的时候 财富篇会讲的了 我们会讲多些关于财富的东西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去到167 和617 是的 167又是要 婚姻要做功课 是吧 是啊 因爲 一字头那些 都是自我多些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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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6有钱 嗯 是吧 那自我有钱 那又有人缘 但是很多时候 這些人缘有钱 又在外面 是吧 嗯 因爲本身呢 167和167 我們叫做八手卿家 是的 因爲了 其實很多事情都要自己經營回來 在事業上 或者婚姻上 都要自己去努力經營 是的 但是男人如果有167 或者1617 就很有趣 如果有167 他就是很多時候 就是 請人吃飯 叫人 你們吃什什什 你們照點 我給錢 是啊 很疏爽的 是啊 167和617 我們叫做美食家 他很喜歡吃東西的 是的 又喜歡 自己又喜歡吃 又喜歡請人吃東西的 是的 但是如果去到婚姻那裏 其實呢 會有少少婚姻號 會有這個啟示出來的 因爲裏面有個叫八四三 八四三 我們叫胡圖號 是的 胡圖號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有時候他特別是沒有了五的朋友 是 他分不了很多東西 那變了呢 就 就 有些亂了 那 那最後呢 可能會 就是 未必是 對那個婚姻那麽堅忠 我們叫做 是的 那麽堅持 我們又想說 通常 你發覺617、167 很多時候那些朋友在外面 那他應該請人吃飯 那些時間 那些錢 他就沒有放在家 是 就洗在外面 就洗在別人那裏 就不是洗在自己的家裏 那變了老婆 就很容易懷疑 喂 你會不會在外面 只是請人家 是 收藏了其他人 那又不注重這個家裏 就反而注重外面的人 或者別人的家裏 那樣 就是那個太太就會很懷疑 因為通常167 呢 同學17就很少做老闆 因為他做老 就是第二號人物 就很少說自己做 但是他又很忙 他又很忙 我又見過一個人就是很忙 那發覺忙 忙完之後 接著又請人家吃飯 那就甚少了 就提到家裏 嗯 那就變了 就忽略了 那個時間就沒有放在家裏 但是很多時候呢 家裏其實是一個支柱 嗯 如果你沒有了家裏的責任心 或者一個支柱 變了 就很容易動搖 那個根基動搖 嗯 剛才我們講過 如果一離婚就需要九年 是啊 就算根基一動搖 對自己都不好的 其實是沒有好處的 就是他那個焦點就去外面 就沒有重心 就是家裏的 那你經常都白手興家 今天做完 找到錢 然後又沒有了 又賺錢 又沒有了 變成你發覺 留不到給自己 嗯 那當然呢 就六一七好一點 就是希望自己也有少許直速 六字限頭 是的 六字限頭 但是問題就是說呢 到 就是留錢 就是希望當然留給老婆好了 是吧 幫你手 或者留給媽媽 是吧 因為媽媽不會騙你的 是 基本上應該是這樣 那你記住 有一句好說話 很好用的 媽媽永遠 如果你有什麼事 老婆算不上 就找媽媽算是最好的 因為她永遠不會托你手牲 哈哈 道門永遠開主 你記住 就是希望大家 觀眾也記住這句說話 嗯 你說世上之後媽媽好 因為媽媽永遠不會托你手牲 是 幫得到一定幫 是吧 是的 然後呢 有這個號碼的人 就可能多些留意 又不代表一定是負面的 其實一六七六七都有正面 因為呢 雖然一是自己 但是呢 六就是智慧和財富 那它都會靠智慧財富 去吸引這些貴人回來的 沒錯 所以走正面呢 其實就可以解決到 就是能量高的當然好 什麼都好 是吧 就是我們提到 就是能量比較低 就會注意這件事情 是的 嗯 好了 接著我們來到有191和911 哦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號碼 我們都見不少 是的 發覺呢 191呢 有些朋友呢 就是喜歡自己一個人 是 就不喜歡結婚 因為他喜歡一個人 有些成就感 又是自己一個人 是 可能衝了一輪 自己享受的成果 又喜歡自己一個人 是 那麼結婚呢 對他來說呢 就是不重要 是 是 是不是不重要 那不重要之後呢 發覺呢 就 跟一一二一樣 喂 可能呢 你結婚那個都未必自己喜歡 是不是 其實呢 我們有句俗語的 如果一見到191和911的人呢 我們會說是責男責女 責男責女 是的 喜歡躲在家裡的 是的 那他又不是很喜歡 就是一大群人的 因為他覺得自己 自己獨處的時間 更舒服 是的 所以變成他又不是很強求結婚 是的 那遇到對象呢 可能都是 就是朋友關係會多些 喂 但如果結了婚 有191和191 那怎麼辦 結了婚 那男人如果有191 那怎麼辦 那這些朋友呢 就要 為什麼我們會說 啊 我去學習這個數字經 最好是一對夫婦去學 因為一個學呢 他了解了 另外一個都未必了解 是的 如果這兩個了解 如果我的伴侶是有191的 你知道原來他是喜歡獨處的 那你就不要煩著他了 給他多些空間 給他多些時間 是的 那你需要的時候 就是一些家庭的 可能會議 或者一些 家庭的事情 你就出來談 我想他都願意的 只不過他是需要 有一些空間 是給自己的 那但是可能 就不要經常煩著 他什麼那些 什麼24小時 on call 那些 那些 但是那個女人會覺得 你一個人不要緊 你要拿錢回來 那他不代表不賺錢 這個人不代表不賺錢 只不過呢 他要多些自己的空間 嗯 明白明白 那如果大家知道了 原來 那個伴侶有這個號碼的 你又給他空間 那你們相處 就會好些 是的 如果有些朋友 不是這樣 有些女孩子 很喜歡黏著老公 黏著男朋友 24小時都要知道他在哪裏 那你碰過這些 191和911 他就覺得你很煩 是的 其實呢 男女一樣的 有些女人 就是不喜歡 那個男人 經常管著他 是的 但不代表那個女人去偷吃 不是的 而是大家 發覺呢 現在 這個年代 就是空間 就是大家都希望 有個空間 經常說 那當然家裡大一點 當然是好 有一千尺 大家有個大房間 當然是開心 關家屋什麼事 不關家屋 會不會大一點 會不會大一點 那自己就想在房間做瑜伽 也過癮 是不是 那有些人是這樣的 但是 Anyway 怎麼都好 就是 其實你發覺這些數字 主要是牽涉到自己的性格問題 是 是個性格問題 是性格問題 那性格呢 其實就是能量高和低的問題 能量高 那你覺得這些處理得好 能量低就很慘 是啊 其實191和911 不是那樣都那麼差的 是 只不過呢 他能量高的時候 這個人呢 1是代表自己 是 9是代表成功 是 是 那他其實都容易 因為有頭有尾 有1有9 容易 就是開始了 也都會去到終點 只不過他是喜歡自己 就是去做多些 是 他其實能量高的時候 這個都是一個容易成功的人 來的 好啊 好啦 那我們今集講的號碼 就講到這裡 那我們呢 其實都有一些觀眾呢 就給了一些 諮詢我們的 是啊 那我們可以聊一下 好啦 那有個許先生 會找我們 嗯 我們有個諮詢收到 嗯 就是許先生 他1月15號生日的 嗯 那我們就不講年份 因為都要保障大家的私隱 因為我們有觀眾反映 就說 是不是在講我呢 所以我們從今集開始 我們講個月日 讓你們知道是在講自己 嗯 那也都講了 就是說他是白手興家 因為他有617 嗯 他的副基因是617 是的 就是事業是617 就是白手興家的 是的 他是一個8號人 還是718 是的 那如果718呢 主聖駕718呢 就是 也都上次講過 有四樣事情 是不應該做的 嗯 是啊 那就是說第一 你就不要跟別人擔保 因為你是 很容易躺在下中槍 就是很多時候 不關你事 你都會受牽涉 是 很容易被人連累 是的 那第二呢 你不能借車給別人 很容易撞車 是 那第三 就是搞到你一條租 那第三呢 就是很多文件你不能簽 因為會 會奉義犯官非 是啊 不可以做法人 第二 第四就是不要借錢給別人 這個是最重要 是的 最重要的 因為借給別人呢 就是你第一是收不回 第二呢 你是壓住人家的運 嗯 因為人家通常都十個九個 不會玩給你的 嗯 那你壓住人家的運的時候 人家的運的時候呢 也都影響自己的運 嗯 那正如以前 我們之前都講過 就是 喂 如果做生意那些 那你當然是儘量都不要借的 因為你蓋來蓋就蓋不定 那如果比如說 如果你真的想借給他 你不如給他 送給他 不要還 那如果沒有責任就算了 這樣 那當然要看自己的環境 嗯 好 我們重點跟他看看婚姻 婚姻 是的 好了 因為婚姻剛才說過 191 191就是責男責女 是啊 是的 因為很認的 這些主要的性格 是很認的 嗯 就算結婚的人呢 跟家人溝通很少 嗯 因為通常自己關上幕房門 打下機 或者看電腦 或者看電視 這樣 總之都不說話 喜歡 總之獨處 是的 喜歡獨處 那獨處呢 變成很容易 就是會 嗯 跟家人溝通少了 少了 是的 那婚姻都會出現問題 是的 大家都會有埋怨的 是吧 那雖然呢 可能191呢 191呢 通常我們見得多呢 就是說 就算不分開呢 就是離婚率都高一些 就是如果譬如他 第一段婚姻 可能在二十幾歲呢 通常呢 在七年內呢 都會很容易會離婚 容易啊 或者會分居這樣 那當然能量高就不會 是的 能量低的機會很重 很容易有的 是的 或者他看了我們這集之後 就知道了 原來自己有這個號碼 會有這個特質的 是的 那他就嘗試一下看一下 改變一下自己的行為性格 是的 可能行為性格 自己改不了 或者有些輔助工具 或者就是 最好呢 就是拉著老婆一起去 來我們那裡上免費課 學一下那些身中有數的課程 這類課程呢 其實是免費的 也對大家好 最主要就是大家都更加了解大家 因為也剛才說過 婚姻呢 是一個 一個 在人生一個漫長的時間 嗯 但是其實呢 對於前世來說呢 是非常短暫的 嗯 因為你經過一千世 嘛 今天才跟他結婚 嗯 所以一千世經歷過很多時候 有些人呢 經歷過一千年 或者幾百年 有些一萬年 但是你今天才見他幾十年 其實是眨眼就沒有了 所以呢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看這件事的時候呢 就會令到自己 是啊 我應該要珍惜這個婚姻 那性格呢 其實有些人說很難改很難改 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會覺得呢 改畫都沒有那麼容易 但問題是你願不願意去做 是的 由心態主導你的行為和性格的 是啊 有一句說話很有用的 希望大家寫下它 隔局呢 就是決定結局 嗯 你的心態呢 提升了就是決定的境界 這句說話很有用 這個是不是佛計來的 這個不是佛計來的 不是啊 很多人都這樣說的 就是反而什麼領袖課程 你經常都會聽到 嗯嗯嗯 記住隔局 你的隔局是這樣 你的結局就是這樣 是啊 但是你的心態呢 就決定你的境界 有些人的心態是很正能量 非常高的 是的 它的境界呢就是怎樣呢 它吸引了一群人 貴人 是的 這樣就一起做 那你發覺 佛家說是物以類罪 是啊是啊 你是這樣的人 你就會吸引那群人進來 吸引力法則 沒錯 如果你是很有能量 你就全部都可以有能量 如果你是很消極 你就吸引一些很消極 是吧 如果你是古靈精華 同意啊 你會吸引古靈精華 是啊 同意啊 自己所以一定要能量提高 是的 那這個朋友呢 他除了在那個二的母基因 就是我們叫婚姻號 裡面呢 就一腳之外呢 他在第十和第十一呢 婚姻過程呢 都有一些號碼 是的 一一一二啊 也是我們常常說的 是的 還有九一一啊 是的 逢是九一一就是一九一 是一樣的 是吧 那一一二呢 也都說得 剛才說得很詳細的了 就是能量高的婚姻微滿 能量低呢 你真的要經營了 你不經營呢 要不就分開 要不就離婚 要不就同創異夢 就是這樣了 是 那我們給一個建議就是說 剛才提過 一一二的朋友呢 就是喜歡說一些自己想說的東西 是的 那如果現在知道了 那不如試一下改善一下 就是說 說一些伴侶想聽的東西 就是不要每次都是說自己想說的東西 那或者可以改善到那個溝通 但是其實呢 我也都想說一下 一九一就比較自我 因為兩個人 是的 那變成呢 如果就算我跟你說 常想自己 你都 很難啊 你都不想理我 是的 但是呢 你們可以想遠一點 是否就是 我們可以在家裏做好些呢 財富又會好些呢 子女又會更加好些呢 那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不要想自己呢 你就會很開心 曾經我又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1900年 我講的都一百年前 那時候美國呢 有個小孩只有十歲 十歲呢 媽媽不在那裡 十二歲呢 爸爸又不在那裡 就變成一個孤兒了 那孤兒呢 後來呢 就被一對夫婦收養了 嗯 那收養了呢 跟著她上學又被人欺負 喔 所以她很慘 回來經常哭 那後來呢 那個夫婦 就是她養父養母呢 就是說 你試一下呢 做每一件事 不要想自己 去幫人家 是 那不停地幫人家 好了 那如是者呢 這個孩子呢 一直長大 那根據她那個養父養母的教誨 然後呢 她就在家 她不計較 她就回到學校 就幫人家 如是者呢 因為她心態變了 嗯 那很多紅鶴就喜歡她了 那好了 喜歡她都不喜歡了 回到來 因為她住在鄉村裡 是 那有些老人家呢 也都很慘 因為她自己身同感受 嗯 又幫了一些老人家 好了 那條村呢 住了幾百人 每個都喜歡她了 就是 由很多人不喜歡 變了很多人喜歡她 不是 初初她埋怨 是 就是自己的性格 從埋怨開始呢 是 她就開始呢 就很受人返的 嗯 這就是想說什麼呢 正如正如說了 你的心態就是決定了一個境界 是啊 你的心態稍微一念 一念就是 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這裡 一念之差 是啊 是的 我們佛家叫做 失之毫離 差之千里 就是說你那小小的念 這麼小 你變一變呢 嗯 你有成千里 有成萬里的境界 或者是這個前度 給你看到 是 要失之毫離 差之千里 沒有 一句說話 他試 好 他接受 首先都要去接受 因為他小孩子 小孩子做事會學得快一點 他心態肯改變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成功 是啊 所以這個朋友 其實在婚姻那裡 都出現了多少號碼呢 可能需要改善一下 如果他走了正面的時候 高能量呢 其實就可以解決到的 是啊 還有呢 這個 這位觀眾 阿許先生 他也有966 是不是 是啊 其實他應該 財富都不錯的 但是可惜跌落 子女下屬 是啊 子女下屬 都是好事來的 因為966 起碼子女 將來有得洗 是 就是找得才有得洗 那他找到的 意思是他要找到 是吧 才有得給子女 才有得給子女 是啊 那你留不留得是一件事 總之起碼子女有得洗 是吧 好 那個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說 如果 你現在這一刻 因為那個婚姻是弱了一點 嗯 那就是所以呢 你一定要經營 經營到呢 就是說 這些子女會獨立 是 獨立得來呢 因為 剛才我都提過了 就是如果父母移離 就是離開了 或者離婚就好 或者一個組就走了 那些子女呢 那些子女呢 成長呢 是差一點點 有陰影是吧 是的 多數是的 我不是說八至一八 多數都是看他的福分 看他的環境 但是如果 如果那個 你願意經營 那些子女呢 將來對事業 對朋友 對婚姻 都有信心 尤其是對婚姻 是啊 我們看到很多 我看到很多 我發現原來呢 很多人離婚的子女呢 他們對結婚都寧願就是 哎呀不要結婚了 住在一起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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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後大家就確散了東西了 現在這個年代是這樣 就是變成一個責任心不重 嗯 嗯 那最重要是這一刻開心 看看 開心得多久了 三個月都好 就三個月了 他不會跟你想十年二十年 因為想不到 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死 嗯 想到那麼長遠 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朋友本身呢 他就是 在到三角裏面 我們就 在事業那裏六十七 是的 六行頭的 六行頭的朋友呢 其實他必須要交和萬事興的 我們叫 就是一定有一個家庭做一個支柱 是 是 他才會好的 如果不是呢 其實 如果他真的離婚或者婚姻有些狀況呢 其實對他自己都不好 因為呢 你留到錢都沒有意義的 嗯 因為呢 破壞了那個 有很多人 尤其是167和1617呢 那麼很多時候 我們見到 有些人呢 在事業上都很忙的 嗯 但是呢 發覺你用的錢呢 都不是用在家裡 多數是用在外面 嗯 那可能有這麼吃吃 可能走去花了些錢 就不應該花的地方 是 亂花錢 這樣就 變了呢 其實男人是知道的了 就是如果是男人來說 他知道 有617和167呢 他自己知道什麼事 是 我們就不想說那麼多 是 叫他來諮詢吧 不如 是的 希望你們 叫這個許先生 找我們做一對一諮詢 我們多說一些給你聽 在鏡頭面前有些太過敏感的 都不是太方便說 但是其實呢 如果婚姻編呢 我們是很歡迎 是 夫婦一起來 嗯 就不要一個來 沒有意義的 因為就是你改變 那個女人又不改變 那個女人好改變 那個男人又不改變 其實看兩個的盤呢 其實就容易些去 去夾到大家的情況 是的 是的 那就是 尤其是在香港呢 很多人不相信的 譬如有些人呢 那個命呢 有子女呢 你才會旺 嗯 但是有些人呢 有老婆才會旺 嗯 我們都講過了 我們有一個明星 一個什麼 呂良偉 發覺呢 她娶了這個老婆 就很旺她了 是的 那很有趣的 有些人的命 是要有老婆才會旺 烏家假人呢 你都是 都是痛苦一點的 有些人呢 就不是那麼多人 好像做道士 一個人可以兩袖清風 不是沒有 很少 但是呢 就是始終男人是好 女人都有一個依靠 你不要說有依靠 你年紀大了 將來有一個伴侶 是不是 那個伴侶 都起碼叫做 就是有個盤 我們叫做 現在以前呢 我們不明白 我不明白 現在我就感覺 因為我年紀大了 發覺原來有個盤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真是重要的 那當然 真誠相對 錢呢 你記住 什麼都帶不走 什麼帶得走呢 你的罪行 業力 就帶走了 業為生 OK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 第二個觀眾 是 有個王小姐 王小姐 7月22日出生的 這個王小姐呢 就是八號人 對 八號人 你知道很港府付出 很肯做 沒錯 那268的性格呢 其實268呢 基本上都是一個好的號碼來的 因為他肯溝通 又有財富 只需要肯付出 其實呢 他都可以有高運的 而且他對家裡很好的 就是責任心很重 是啊 有六有八 是啊 我們最主要看到他有什麼呢 就是那個母基因 母基因那裡有156 就是那個婚姻那裡有156 可能你老公不是在外出生的 在外面來 或者你找個老公 你出去外面找回來 但是呢 因為156都是一個財富號來的 是啊 衝出去就能賺到錢 是啊 衝出去就能賺到錢 那也可能呢 你的伴侶呢 會旺你 或者你旺你的伴侶 通常156呢 通常呢 這個女人就是旺過男人 機會大一點 機會大一點的 沒有旺過男人 那麼那個男人呢 通常 或者他嫁過那個男人呢 那個男人是有錢的 就算他今天沒有錢 假設那個男人是沒有錢的 是 你時間久了 你會旺到那個男人會有錢的 你講得非常對 他在這個第十一那裡呢 有五六二 是啊 五六二我們下集才講的 是啊 是啊 五六二是什麼呢 旺夫號 我想很多女人都喜歡 喜歡的 很多男人都很喜歡 是 因為男人喜歡那個女人旺夫 是啊 很難找的 找個旺夫的老婆 是啊 所以剛才你說得對 他除了156呢 他衝出去找伴侶的時候 其實他還可以旺到他老公的 是的 我們五六二是旺夫號 是啊 這個就是放在女人的 是啊 五六二這個 是啊 還有167呢 可能他兩個一起經營的八手卿家 大家都賺到錢 通常我們見到這些情況是這樣 就算那個女人找不到 他會旺夫嘛 那旺夫那個男人找到 是啊 是啊 那男人要捨得花錢的 在這裡 如果他不捨得花錢 那你放心 那你放心 一定是捨在老婆身上的 是啊 你放心 一定會親老婆的 通常見到這些數字 會親老婆的 是啊 那加上呢 那老婆又對他家裡有二六八五的性格 是啊 是啊 就是他經營得很好 都股家的 肯付出這樣 那那個男人就是 不是說因為他老婆發達 而是有很多時候呢 就是他老婆旺他 那他就有精神 有寄託去做事 那他就做得很好 就是他不用這麼擔憂家裡 老婆幫你打理你了 那他又旺夫 專心做他的事業 通常他管你家裡 有一五六就好 五一六就好 那通常 尤其是他現在有二六八 那變了 他就 就是 管你有道 就是管你的家裡 是啊 他又肯溝通 二字開頭 是啊 都是說話的 他是缺了行動力 沒有了三 三就是 其實呢 你用得好就行動 用得不好就衝動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三 你慢慢做 都不用跟他急 他要想清楚先 他四字行頭 是啊 那是好的 就是這個 這個又好 他現在的當下朋友有六九六 是嗎 是啊 他朋友帶點財富 他這個男人 就是這個女人 這個王小姐 這個王小姐 就是他認識的朋友 都會有點貴氣 嗯 就是有那麼多錢 那如果他出來做事 那如果他出來做事 大格局的 那些朋友是 是的 那個格局就是說 比他高一點點 還有他就是 就是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他是做生意 那如果做生意 雖然是做一些小生意 但是都是做得很好的 就是人家可能賣地皮 你起碼賣樓 就是這樣的意思 嗯 但是這個號碼呢 其實就要做多些 善事功德 因為本身他有水火沖的嘛 是的 而是水 白是火 都有做水火沖 那如果他做多些功德幫人呢 其實都可以 就是會令自己好一點 還有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氣 這樣 是的 是的 脾氣差了一點點 不過不要緊的 就是 如果老公是 喜歡讓你出氣 那是個案的 那就是不要在朋友裡出脾氣 是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 講一下婚姻就好了 那如果比如說 黃小姐你有子女的 那就是 不要在子女面前 有那麼 就是 失衡了 譬如脾氣不好 要控制 要控制一點點 但是如果 它整個格局 因為你幸好只有一個八 它沒有兩個八 倒三角裡面一個 只有一個八 那變了 如果脾氣來說 我覺得都不嚴重 如果比如說 有兩三個 就麻煩了 嗯 還有它有六八五 我們叫功德 就是要有信仰 因為信佛就會更加好 是的 多些幫人 它 它又可以四方做功德 是的 那如果它是在信耶穌 也好 也好 有信仰 如果它拜觀音就更加好 是的 如果它拜觀音 它歸醫了更加好 就是信佛也可以 是的 是的 如果它 如果它是 這個年份 是不是 這個可不可以公開 都可以的 不可以的 不要公開 但是如果這個年份 現在這個黃小姐的年份出生 你自己知道 那我會覺得 最好就是你去歸醫 如果你本身是喜歡拜觀音 不知道它有沒有宗教信仰呢 如果有就更加好 那如果你是正在回團體 或者是正在回禮拜堂 沒有所謂的 那你就去做禮拜 是的 都是向善方人就可以了 是的 那可以的 是的 那整個呢 但是你看看自身五行 又弱了一點 就弱了一點 那變成呢 你是一 那時半裏六 那就變成 駕馭得到 是不是 應該難一點 應該難一點 嗯 因為自己的號碼能量低了一點 嗯 所以其實應該要加強 是的 那如果這個女人 如果譬如說 暫時都可能 我覺得是要找些 要提高自己的能量 是的 能量不夠 那就歡迎你們來我們的課程 是的 但是如果這裡相差這麼遠呢 因為她的自身五行 一個一一個六 那變成呢 如果 難有成果 是的 所以她又沒有了一個狗 因為沒有狗 那變成了 如果伴侶呢 這一刻呢 可能有伴侶 但是也都 就是 未必是現在最後 就是這個 可能以前也都有一個 會是這樣的 因為容易有波折 嗯 我覺得是這樣的 有波折 那所以呢 不要緊要的 最重要就是 剛才我都說了 婚姻最重要是有個盤 因為年紀大了 那變成了 人生過了一大半 那不要以為呢 用一百歲計 那如果我們用八十歲 我要用清醒的時間計 那清醒呢 是頭二十年沒有了的 八十歲又沒有了的 其實你的清醒時間 現在是二十歲至八十歲 那二十歲至八十歲 你發覺有三個時間 是睡覺的 那其實呢 你是只有三十年 但是四十年裏面呢 有一半時間 就是 我們要 國語叫發呆 即是 發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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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有了二十年 那變成真的很清醒 只有二十年 那如果二十年裏面呢 做對的事情 就很棒 但是二十年裏面呢 可能有一半做不對的 那就剩下十年 越縮越少 你計算一下 就剩下很少 所以呢 就要享受自己的生命 那怎樣令到自己清醒呢 就是怎樣呢 要面對事情 面對自己 接受自己 不是 面對他 他可能是男人也好 或者是事也好 面對他 所有的問題 連對他 接受他 接受所有的人和事 學習一下解決他 解決什麼呢 不要只想自己 要諮詢多些朋友 或者是多問一些 找一個很正確的方案去決定 好了搞定了 就放下 不要執著 即是說 如果這個女人 如果這個女人本身是有男人的 那你多些經營一下 那如果譬如說 本身 她是 可能是 離婚又想結婚的 那你就要大家有個理念 那理念呢 就是為什麼要在一起 不是錢 因為 你記住一件事 什麼都帶不走的 什麼都帶不走的 有什麼帶得走呢 你們的回憶 很多人經常問我有多少錢 我說我有三個億 我有三億的 私益 回憶和追憶 三個億 那你就好好享受這三個億 人生負斷 當然要開心點 那你要學習了 記住三個億 私益 回憶和追憶 但是呢 甜美的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一想 回憶和痛苦呢 你就很痛苦 嗯 所以黃小姐 希望呢 有機會你就可以諮詢一下 也都WhatsApp過來 我們WhatsApp多少號 怎樣 62860670 是的 那就可以給一些 中肯一點的意見 是的 那可以怎樣去經營 始終在節目我們都未能夠 講到這麼多 是的 如果可以 你想了解多些 甚至乎 怎樣可以幫到自己 因為你都有問婚姻啊 事業啊 我們今天就沒有什麼提到事業 你想再多一些 知道自己的狀況的 跟我們做回一對一諮詢 那我們就可以跟你講多些 沒錯 好了 差不多了 是的 第一集 就是婚姻編的第一集 我們就講到這裡 那下星期我們就講第二集 是的 下星期我們會有第二集 大家不要錯過 因為還有其他號碼呢 都很重要 是的 歡迎大家隨時WhatsApp 或者準時上網看 如果他沒有空上網看 晚上回房間公司後 你reload 是的 可以重溫的 我們在YouTube那裡會找得到 接著要打什麼字 逆經數字人生 記得逆經的 逆經的字 不然就找到林子祥了 是的 就聽歌了 好的 謝謝 下次見 拜拜